大神理工大学 一个数学教授给他的学生下了战书 他说 走廊的黑板上有一道数学题 谁能解答 谁就能走上人生巅峰 因为这道题只有两个人能挤 一个是我 另一个是科学家 教授下完战书 自信满满的走了 可是等他第二天再来 黑板上已经有了答案 好家伙 原本他只是为了激励学生 没想到居然这么轻松 于是他把学生聚在一起 想看看这个大神到底是谁 结果 所有的学生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都不是那个天才 那么这个天才到底是谁 是他 阿伟 一个学校里很不起眼的清洁工 他不知道 自己只是业余时间蹭蹭课 做做题 居然引起了全校的关注 教授很焦急 只能在下战书 想以此来找到这个天才 好好培养他 可是两天之后 教授经过走廊 发现阿伟正在黑板上乱写乱话 他急忙上前阻止 说你个清洁工居然敢碰我的题 看我怎么收拾你 但阿伟啥也没说 转弯走了 教授一看追不上 也只能就这么算了 他返回到黑板 定睛一看 这上面居然有了正确解答 老天 这就是扫地僧的实力嘛 到了晚上 阿伟和他的朋友来到哈佛大学的酒吧 这里的人都是顶尖的高材生 但是在阿伟眼中 他们都是弟弟 阿伟的朋友过去撩妹 假装自己也是哈佛大学的学生 可谁知 一旁的学霸早就盯上了这个妹子 男人最懂男人 他一眼识破 阿伟的朋友是个冒牌货 于是他利用强大的知识 把阿伟的朋友对得哑口无言 这时 好戏开始了 阿伟站出来对他说 兄弟 我看你也就是个大一的学生 现在只是刚学了学马克思吧 下个月你会学雷蒙 然后学维吉尼亚州和宾州 再然后就是1740年的企业化和资本化 还有 你刚才说的那些都是抄来的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维克斯爱群就业分析的第九十八页 你可能不知道现在的你有多无知 但是在五十年之后 你会发现 你花一万五寿的教育 在图书馆也就卖一块五 学霸无地自容 灰头土脸的走了 而那个妹子对阿伟有了好感 临走时还给他留了电话 三场后 阿伟找到学霸 对他说 do you like apples? yeah 另一边 教授决心找到阿伟 一定要把他培养成才 可谁知 等教授找到阿伟时 他已经被人告上了法庭 几天前 阿伟看到一个混蛋正在调戏妇女 这不能忍 于是他冲上去就是一顿暴露 现在这个混蛋把他告上法庭 阿伟想辩解 但是法官对他说 我用十分钟看了一下你所有的档案 简直不敢相信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 居然累计斑斑 偷车 拘捕 袭击 伤害 盗窃 好家伙 更神奇的是你没有律师 每次都是单枪匹马一个人 为自己辩护成功 幸好你今天遇到了我 现在本庭宣判 拒绝辩护 你入狱了 在狱中 教授找到阿伟 他不希望这个数学天才误入歧途 于是托人找关系 保释阿伟 教授有两个条件 一 和他一起研究数学 二 看心理医生 阿伟同意了 出狱之后 阿伟和教授一起做研究 不管什么难题 在他眼中就像一加一等于二 真不愧是天才 可是 天才有天才的傲慢 教授带阿伟去看心理医生 没想到阿伟在来之前 特意翻看了一下心理医生的资料 他发现了一个秘密 他对医生说 老头 你是gay吧 医生想辩解 但是在阿伟的连续攻击下 医生只能放弃治疗 去看心理医生了 在此之后 教授又找了几个心理医生 但结局还是一样 全都被阿伟耍得团团转 没办法 只能请大师出手了 他是教授的好朋友 名叫老张 是一个心理学教授 老张是一个稀才的人 听完教授的描述 打算会一会阿伟 可是 这两人一见面 场面瞬间失控 阿伟从一进房间 就各种搜集信息 寻找能击垮老张的弱点 终于 这个弱点给他找到了 房间里挂着一幅 老张的亲笔画 阿伟明白 画面内容代表主人心理状态 于是阿伟对他说 你的老婆应该是一个特别差劲的人 老张很生气 你把嘴给我放干净点 阿伟一听 觉得有戏 于是开始连魂逼问 满嘴都是绿不绿的话 老张暴怒 一把掐住阿伟的脖子 警告他 别再侮辱他死去的太太 阿伟很惊讶 这医生咋这么性情 之前的医生可都是只会掩饰愤怒 不会表达愤怒 而且更让他惊讶的是 这医生没有放弃治疗 而是约他二次见面 公园里 老张一针见血地指出阿伟的问题 可以说句句戳心 这也是影片当中的一个名场面 他是这样说的 前几天我不该对你发火 因为你只是一个孩子 见过的东西太少了 问你艺术 你会说一些书本上的东西 你知道米开朗基罗 知道他的抱负 知道他和教皇的关系 也看过他的作品 但你不知道西斯丁教堂的气味 因为你从未站在那里 看过那美丽的天花板 我看过 问你女人 你可能会把次数当作衡量标准 但你没法说出 在女人身边醒来时 那份真正的幸福感 我体会过 你年轻彪悍 问你战争 你会说 功夫战场吧 我亲爱的朋友 这话虽优美 但你见过战场吗 试过把战友抱在怀里 看着他闭上眼 静静离去吗 我试过 问你爱情 你只会迎风弄月 因为你根本不懂另一半的脆弱 也不懂对方的身体 那种像天使一样 一个眼神就把你击穿的感受 你从未体会过 你没经历过癌症 所以你不懂那种不惜一切 那种为了你 我什么都能做的感觉 你也不懂失去 我知道你很聪明 但我看到的 只是一个被吓傻的狂妄孩子 你的防备心很重 整天活得像一只刺猬 难道不累吗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儿 什么时候想聊聊你 再来找我 你看得出来 这番话对阿伟的触动很大 但是想让一个人放下防备 还没那么容易 几天后 第三次治疗开始了 阿伟一反常态 不吵不闹 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老张也不说话 他们心里都明白 谁先说话 谁就输了 下课之后 阿伟约了酒吧那个女孩 和她一起吃饭 逛街 两人也成了男女朋友 数学教室 阿伟看到几个教授 为了一道数学题争来争去 于是 他拿出了一个最优解 在场的教授 谁也不说话了 似乎他们失去的头发 都变得毫无意义 回到心里课堂 两人还是一言不发 最后阿伟绷不住了 于是讲了讲自己的感情经历 他说 我刚找了一个女朋友 但是我不想再联系她 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很完美 我不想打破这种美好 阿伟的话听起来很渣 但她有她的逻辑 就好比她喜欢一个女神 但她接受不了女神 也会拉屎的事实 老张很明白阿伟的问题 于是他讲了一个笑话 他说 我的太太一紧张就会放屁 而且睡觉还经常把自己凑醒 两人笑到不行 也因此打开了话匣子 随后老张说起自己的往事 他说 很多年前 我和朋友们约好去看世界杯 那个票非常难买 我们排队排了好几个晚上 但是最后我没看 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女孩 也就是我之后的老婆 阿伟很受启发 他明白了不完美才是真正的完美 也明白了只有主动去爱 才能获得被爱 之后的阿伟有了变化 从单身狗变成二人世界 从满嘴法克变成口吐芬芳 可是 他真的变了吗 天夜里 女友对他说 老公 我们去大城市发展吧 阿伟说 那里灯红酒绿 只要去了 咱俩必分手 女友很不理解 你是个天才 有最强大脑 你怕个毛啊 阿伟很生气 他认为女友只要去了大城市 就一定会抛弃他 最后选择一个有钱的混蛋 女友站起来和他理论 但是两人越吵越凶 女友不懂他的敏感 他也不懂女友的深情 两人就此分手 生气的阿伟回到学校 他不再伪装他的智商 他对教授说 你让我做你的助手 我没兴趣 因为我不想做一名解说员 老天 解说员 这可是麻省理工的数学教授啊 阿伟继续羞辱 尽管他知道 这个教授对他很好 不仅把他从监狱捞出来 还为他介绍国家安全局的工作 可是阿伟不在乎 他只想发现 心理课堂 他同样是心不在焉 门口胡言乱语 老张对他说 清洁工在哪里都能做 可你偏偏到顶级大学做清洁工 而且业余时间 你还蹭蹭课 做做题 这都能说明你有上进心 那好 我问你想要什么 你他娘的告诉我 你只想搬砖 老张不想理他 直接把他轰走了 几天后 女友去了大城市 阿伟难过极了 在工地不停地砸墙泄粪 朋友想开导他 但是阿伟就像泄了气的皮球 还发誓要做一辈子工人 朋友忍不住了 于是对阿伟说了一些发自肺腑的话 也正是这番话 让阿伟的人生有了很大的转变 他说 再过二十年 你如果还和我在一起 我一定会杀了你 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候 就是去你家接你的时候 每次敲门 我都希望你不在了 不用说再见 什么都别说 就这么走了就好 可是每次我都能见到你 这种幸福感便消失了 我可能懂得不多 但我知道我们是兄弟 也更知道你我不是一类人 平时打打闹闹 喝酒开心 这很棒 但是你的才华需要施展 而不是整天和我虚度光阴 朋友的心里话 对阿伟的触动很大 要知道 绝大多数的朋友 在面临身边人做出改变的时候 往往都会横加反对 百般阻拦 这来自于他们内心 对离别的恐惧 可是阿伟的朋友 没有这样做 而是发自内心的为他考虑 这也是阿伟多年以来 把他们当作精神支柱的原因 回到课堂 老张拿出一份文件 这上面记载了阿伟的过去 他是孤儿 从小受尽折磨 辗转三个寄宿家庭 最后都以家暴收场 正是这种经历 让阿伟多年以来 对谁都有防备 接下来这段 是全篇的精髓 他很真实地还原了 一个问题青年 在卸下防备时 应有的姿态 这不是你的罪 你看我 孤儿 不是你的罪 I know It's not your fault I know No, no, you don't It's not your fault I know It's not your fault All right It's not your fault It's not your fault Don't fuck with me It's not your fault Don't fuck with me All right Don't fuck with me I know It's not your fault It's not your fault It's not your fault 阿伯哭得像个孩子 他从没这样哭过 尽管他小时候经常被虐哭 但是那时的悲伤 他没得选 回家的路上 阿伯思考了很多很多 是时候开始新的生活了 他向老张告别 希望以后保持联络 就像朋友一样 这一天是阿伯的生日 他以为朋友都忘了 但是没想到 朋友不仅没忘 还为他准备了一份大礼 一台车 这是朋友们花两年时间 一点一点的搜集零件 拼装起来的 他外表很破 性能一般 但如果是我 我会珍藏他一辈子 第二天 朋友像往常一样 过来接他 但是阿伯走了 就像之前的约定 不用说再见 什么都别说 就这么走了 朋友百感交集 想了想 又敏人一笑 难过是真难过 但开心也是真开心 老张收到一封信 是阿伯写的 他说 我要去找那个女孩了 老张会心一笑 臭小子 居然学我 在路上 阿伯一人一车 走向了他的新生活 交由 得救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